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的现场 本周美股市场持续受到升息议题的冲击 财报季也进入到了第二周 投资人此时该如何操盘 调节手中的持股 今天节目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郭亚夫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美股的最新走势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天交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本周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与发展 郭先生你好 进入第一季财报季公司的企业 截止本周表现是如何的美股市场有受到任何影响吗 自上周开始美股开启新的盈利季节 第一季度企业是在疲惫的应对着原材料价格上涨 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等不利因素的同时 还要面与俄乌战争给盈利带来的挑战 所以投资人关注的是公司如何应对通胀以及俄乌局势等问题对企业的影响 分析师预计第一季度标普500的盈利同比增长仅为5.1% 为两年来的最低增速 低于五年平均增速15%和十年平均增速8.8% 盈利成长最快的板块是能源工业原材料板块 而金融和非利用品板块盈利将下降 在营收方面预计增长达到10.8% 高于五年和十年的均值 也是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成长 能源原材料和不动产信托的营收增长最快 在净利润方面 因成本增加 预计公司的净利润为12.1% 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 公共设施 原材料 人员和工业类股的利润 较去年同期将有所增加 和金融类股的净利润将缩水 目前约有五分之一的标普500公司公布了财报 整体来说业绩还不算差 近八成的公司引力超出了预期 超出幅度约为8.6% 正如分析师所预期的 能源工业原材料类股的盈利在增加 而金融股的盈利大幅下降 同比降幅超过20% 同时摩根大通 赖飞等公司都表示 俄乌局势给盈利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绝大部分的公司财报可圈可点 但对市场的推动似乎非常的有限 据统计 盈利超出预期的公司股价 平均跑赢标普500指数只有0.2% 而盈利不尽人意的公司股价表现 却远逊于大盘 有分析师指出 这是因为股市估值还是较高 标普500的前置市盈率为19 折成盈利收益率为5.26% 相对于近期不断上涨的10年国债利率 已经接近了3% 股市的吸引力正在进一步的下降 是的 另外目前华尔街相当担心 这个通胀恶化会造成经济提前衰退 您同意这样的论点吗 另外也有分析师是在公布了3月份的CPI PPI之后 认为这个通胀已经是触底了 您认同这样子的说法了 通胀恶化确实不利于经济发展 物价上涨将抑制消费支出 也增加企业的成本 所以美联储才将打击通胀视为要务 最近关于通胀是否见顶的争论激烈 高盛 美银等多家投行都支持这一观点 并纷纷下调了下半年的通胀预期 但是如果供应链持续中断 就业市场依然紧张 外加地缘局势悬而未决 可能不会很快见到通胀的顶 所以鲍威尔主席也表示 他还没有准备好宣布通胀见顶 此外Nafis本周公布的财报 相当不理想影响到宅经济的相关个股表现 您对于此一族群的看法又是如何 这是我第二次在本栏目中谈及奈飞 上次是2月中的时候 有些投资人认为奈飞股价跌多了 觉得应该买了 我当时的观点是作为流媒体的龙头公司 奈飞值得关注 但若要立即建仓 还应该伤失而行 应该等到市场回稳 其股价完成筑底形态 重新开启上升趋势后 再折击买入也不晚 自从去年第四季度 奈飞全球付会会员不及预期 会员增长指引不尽能益 导致1月21日股价重挫20% 其后其股价一直呈下降趋势 猴志能的抛售 奈飞盈利受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 牛媒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其次通胀高企导致家庭预算削减 其商而无冲突造成客户的直接流失 其事是奈飞是疫情的受益股 其会员的减少也反映出 随着全球疫情不断改善 疫情所带来的载经济为核心的红利 逐步退产 从成长的角度来看 这类公司成长都将减缓 成长型的公司一般估值都较高 因为投资人压住这些公司的未来 相信他们可以持续高速增长 最终成为赢家 奈飞的盈利惨败 也当市场重新对这类公司进行评估 所以当日不仅奈飞的股价暴跌了35% 很多载经济相关的公司 包括亚马逊 Shopify Docusei PayPal等股价均大幅走低 因此我们也在建议投资人 无论是奈飞还是其他载经济收益股 如果股价走势 继续成向下趋势 就不要认为股价掉多了 便宜了 急于建仓 而要耐心等待 助理形态完成后 重新回到上升走势时 再进场 好的 最后有什么样的操盘建议 要提醒投资人的 投资人在微观层面 要关注的认识公司的财报 如果说这两周是小打小闹 那么下周是盈利的重头戏 微软 谷歌 脸书 苹果和亚马逊 几大巨头将粉末登场 他们的业绩对市场可能有极大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 市场的焦点将是5月初的美联储利息会议此外 还有俄屋局势以及利率的走势 从技术层面来看 目前主要指数或者呈向下趋势或者呈横盘走势 由于不确定性众多 牛熊争斗激烈 在市场没有明确的上升趋势前 不必给予大手笔的方向性建仓 现今为王是上策 郭先生表示 财报季至今有20%的标普500成分公司公布财报 近八成的表现是超过预期 但是这些公司的股价上升力道并不强劲 主要是因为市场目前已经估值偏高 对于奈飞的前景 郭先生认为 虽然奈飞是一家好的公司 但是建议投资人等前景明确了 再择机进场也不迟 至于其他的个股 例如亚马逊 Spotify等 也不建议大家现在进场减便宜 郭先生建议投资人 接下来持续关注财报与利率的走势 现在不确定因素过高 不必急于大量的建仓 多持现金仍是王道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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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